所谓目前世界排名最高的中国拳手 邱建良的比赛一直是全民们关注的焦点 它给大家印象最深的技术风格就是速度 其快进跨出的打法 以灵活的步伐 可以和前手自拳和后手重拳交替发起进攻 经常抓住对手的防守间隙 再以一阵快攻破开对手防御后终结对手 这是邱建良跟随荣耀军团 征战巴西圣保罗的一场比赛 邱建良原本的对手 一场无法参赛 巴西羽量级排名第二的 威尔森贾文临时顶级参赛 此次更换的邱建良的对手 也不是无名之辈 85年出生的威尔森贾文 已是擂台上的一名老将 身替泰拳冠军 巴西冠军等近30个冠军头衔 WGP现役第二 有着出色的拳腿连击能力和打击能力 可谓也是个实力涵降 但这次对战邱建良 对他也是个挑战 邱建良是一个擅长打切线进攻的选手 是 在对方的两侧去击波 不太敢轻易的出招 名声在外 是 这样的话对于邱建良来说 也是个难题 你这老不动 对方手的比较 防守比较严厉 邱建良多次的重击 都是出现在 把对方的阵脚打乱以后的这种进攻 对 现在对方就抱定了 我把阵脚压好 面对强悍的邱建良 威尔森采用防守反攻战术 第一回合 威尔森的防守像穿山甲一样 给邱建良带来了一定麻烦 于是邱建良采取切线进攻 寻找防守漏洞 把一些暴成团 这个我得想 怎么样这个能够把你这个脆弱的一面 让你露出来呢 但是威尔森迪扎腕可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场合 水平是非常的高的 也说呢 这个现在它是保留着一个稳定的这个阵脚 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啊 邱建良和草的这场比赛呢 能够尽早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排名第一排名第二的这个火星 撞地球的这样一场竞争的比赛 好漂亮 好接腿 对手上这个邱建良啊 是一个非常聪明 非常智慧的这样一个选手 是的 在场上的这个角度啊 线路的选择啊 都是非常的稀 那除了他的对手 威尔森迪扎腕 目前表现的就是 我把我的这个出拳效率上到最高 也就是我的成功率要上到最高 但我不轻换对手 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呢 是均等的 而且介于我们这个对巴西选手的这个信息的不对等 邱建良的这个比赛应该在全网都有明显的这个视频 对于威尔森迪扎腕来说 在巴西国内地区呢 是非常有名的乐选手 但是碍于这个巴普 也就是葡萄牙语的这个语言的限制呢 可能我们找起来会非常的困 漂亮 这个很好的找到了一个机会 连击扫铁 这个部分 举现了邱建良在场上的洞察能力 和好多机会的能力 漂亮 连续转身 哦 动作非常的舒展 顶歇 感觉 第二回合 敏锐的洞察力 让邱建良找到了对手防守的漏洞 重拳不断击中对手头部和腹部 通过一阵连续的进攻 独秒对手 好 梅尔森迪扎腕示意说 邱建良你双手锅井了 这的确刚才有这个动作 还是很有 有很清晰的判断力 是 咱们比赛规则中呢 这个七和 这个孤顶要通 好 现在呢 进入到第三回合 上来之后呢 呃 尔森啊 这个也提速了 泰拳式的选手 第三回合 是 邱建良也是泰拳式的 哎呀 我们没办法把 邱建良 魏锐这样的选手 规划在哪个风格的选手里 他们都练过泰拳 练过三大 对 练过 柯兰师的力气进攻 甚至还自己 创造和研发出来的一些风格 没有办法跟他们定性的 也确实是因为 他们也太强了 没错 好 继续 进攻 扭了挺多拳 为什么打倒 这个带摔在我们的比赛里边 是不被允许的 是 打就打 打高兴嘛 或者是觉得比赛这个状态的 完全在自己掌握了 邱建良的确在这场比赛中 表现出来的是 局面的判断的敏锐啊 在砍开始 其实是无从下手 到现在打得游刃有余 也是合逾于他对场上的判断 对 当然这个呢 也是自己有最实力的 哦 漂亮 好 刚才这 哎 大衣啊 毕竟都是水 清晰的 好 这场比赛 很明显 所以让给了对方一个 抢这个独秒 是 应该是 方方的对于对于表现的 都是公分的认可 孩子 还在 判错 机法上的奥秘啊 是 三局战霸 邱建良 邱建良以点数战胜威尔森 当裁判宣布结果 威尔森鼓掌祝贺 同时 邱建良也向威尔森表达了敬意 背起他绕跑擂台 这场胜利让大家见证了中国搏击的崛起 也加强了中巴人民之间的友谊 传播了渊源流长 丰富精彩的中华文化 也扩大了中国和中国搏击在世界的影响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